杨天真 我问你啊 咱俩不是说好好的 你不再跟儿子希望了吗 他咋一点没变呢 你是不是又跟他联系了 你怎么干 你怎么干 你让俺打扮你 就算大妈求你了 你别再跟他联系了 你放着他吧啊 不许他善君儿过去 就反劳征家对不起你了 行不行啊 行不行 喂 喂 喂 杨天真哪 俺告诉你 你挂了也没用啊 俺刚才半天好多话没说呢 还没好意思说呢 你挂了不是吗 俺更不怕了 你干什么你呀 妈妈妈妈妈妈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阴奉阳违 阳奉阴违 你要为了承选儿子 你居然离开他 你现在干的 你现在干的啥呀 你要真干好事 现在就讲究这个 妈 办事 现在办事 要 要怎么干的 要诚信 你根本没有诚信 你现在离了后 那别先不理 你 行了 妈 妈 你牵着你帮你挂了头 人都快要不让我过日子 你好不让我过日子 人都挂了吗 人都挂了吗 你疯了吧你 你干吗呀 我嫂子这样是谁害的 不是我害的吗 你这不是让我无理自容吗 你这干吗呀您 啥呀这是 我也不跟您废话了 以后啊 我也不跟您给我哥相亲了 他爱喜欢谁喜欢谁 这是他自由 我重重跟您宣布 以后别拿我当垫背子 来了来了 谁 咋是你呀 那屋里坐会儿吧 不坐 就说几句话 咋杀气堂堂呢 是你下手太狠 俺咋下手太狠了 是你逼着我女儿 跟你儿子离婚的 他离了吗 离了 离了 那我们干什么你还管得着吗 俺管啥了俺管得着 管他干吗 你没管 那就是我们家天真说瞎话了 你没给他打电话 打了 俺打电话是跟他商量 还没管他呀 你那叫商量 你那叫欺负人你知道吗 你找上门了 你这臭臭八伙的 你干什么你呀 谁欺负谁呀 你欺负我们 你欺负我们 咱天天良心啊 你你找人说理去 你找人平民这个理 那你们去 你去 你 我懒得跟你多说 不过我告诉你 今天我既然来到这儿 我多说两句也没事了 您说 首先我告诉你 我看不起你 这句话憋在我心里 不是一天两天吗 你说啥 第二我还是看不起你 你敢再说一句 怎么着 我再说你能怎么样 我可不是天真 你想欺负我没本儿 我还就是那句话呢 我看不起你 愚昧无知可恨 你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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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不还鸣了你 你气死我了你 你 你放下 你把这个放下 你敢动手 你动手 我就把他给砸了 你要砸他 我认你赔个青家荡产 赔个底朝天 你要咋子来 你 你来啊 别动 放开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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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你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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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是要来通知你们 从今往后 不许再给我女儿天真打电话 骚扰她 她呀 已经要跟她的前夫复婚了 也就是琼琼的亲爸爸 我们家天真可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哪 琼琼的爸爸可是个特别有能耐的人 人家住的是上千万的大别墅 宝马 宝石节有好几辆的 最重要的是她的父母在国外 从来不上儿女家来麻烦人家 不像有些人 亲家 到时候你就等着吃喜糖吧 那个时候 我让人给你送你 打完当给 好 是吗 亲家 我最后一次教你 好了 不多说了 拜拜 拜拜 什么啊 又我天哪 谁稀罕的 一大罐儿堂那小气的 你还看着什么笑吧 你说好女不仇价 又不仇价 来来来来 嫁嫁去 真不敢相信这现实 内心深处我一直把她当我嫂子呢 反正在我系列一边她永远都是我嫂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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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喊妈妈 进来 吃饭了 等会儿再收吧 好 我把房租给你 你还当真了 你觉得我会要吗 不是说好了吗 我是你的租客 当然要交房租了 你去诚心让重重失望吧 好 我还是先当做客吧 妈妈 妈妈吃饭了 阿姨做的鱼可好吃了 吃就好 妈妈你要睡这儿啊 对啊 妈妈睡这儿 你为什么不跟爸爸一起睡 姥姥不是说你和爸爸和好了吗 爸爸也这么说 你们是不是还没有真的和好 说什么呢 和好了 已经和好了 和好了就非得睡在一起啊 你这是什么逻辑 以前你们俩不都是在一起睡的吗 是 最近呢 爸爸睡觉容易打呼噜 而且打得特别香 怕影响到妈妈睡觉 等妈妈去治一治 治好了之后 再跟妈妈睡在一起 别骗人了 赵叔叔打呼噜比你想多了 怎么那么多话呀 你不想在家睡什么 那么回姥姥家去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啊 只要走出第一步 以后就好说了 行了行了 不废话了 下去吃饭去 快 要不然真凉了 走吧 我妈现在最讨厌了 对我厉害得不得了呀 我再也不喜欢她了 那你可以试着喜欢爸爸呀 对吧 我早就开始喜欢你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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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